希伯书第十一章 第十四至第十六节 说这样话的人士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是没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现在讲的希伯书 就是亚伯拉罕为何愿意成为一个客类 愿意成为一个寄居原因呢 亚伯拉罕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这帮拥有信仰集合体的全部这些人 其实全部都是想找一个永恒的归宿 而这个就是神历代历世所经营所建造的一个城 就是在第十节里面所说的 你知道吗 而他们全部都是在等候这个城的原因 就是这个城是要等候我们的圣殿这部分完结 跟他们一起同德才能够完成 所以为什么第十节讲话呢 亚伯拉罕以撒雅他们都在做一件事 第十节讲话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你见不见呢 很多人直接是不能够从圣经里面 明眼的体见呢 全本圣经神都一直是经营着那些众城 一直都是建造着那些作成 而事实上呢 在地上面呢 神指派以色列人出埃及仗用加勒美地 加勒美地也连坐陆的地方 建成的地方呢 神都是指派了 如果不是呢 亚伯拉罕去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他不会遇到墨基石 他不会经过这个耶路撒冷城 你知不知道 所以如果讲节旗呢 我们可以由这个摩西开始讲起 但是如果我们讲神的时代计划呢 最早应该由阿伯拉罕讲起 如果我们讲摩西的话呢 是神去经营这个节旗 和这个圣殿的一个活剧 但是如果讲经营这座城呢 最早那个发起人 神带领他开始这个活剧的 其实就是阿伯拉罕 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 拿阿伯拉罕出来去讲 为什么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原因就是说 原来他这个活剧 阿伯拉罕 是独特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原因 神是因为用他的一生去对比 神开始建立一个家乡 去建立一座城 所以他没有找接着的大围 没有找接着的保罗 没有找接着的摩西去做 因为由阿伯拉罕开始 神是开始做一个活剧 就是建立一个更美的家乡 经营一座城的一个个活剧 所以去找一个人要离开 什么呀 弟兄姊妹 本地本族和富家 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 现在你就明白 全个阿伯拉罕的信仰 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去寻找更美的家乡的开始 不过那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 是天上 而这个更美的家乡 家乡称为什么呢 就是称为神所去经营 去建造的一座城 所以他要用这个方法 去开始这个活剧 因为这个活剧 根本就是讲一件这样的事件 他找一个人要离开 所有他们自己所熟悉的群体 所熟悉的信仰集合体 所离开他自己所成长的城 去到另一个地方 而这个过程 他到最后都是流浪地离世的 但是原因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找他开始 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开始呢 因为神在说有一个永恒家乡 有一个永恒家乡 去借着阿伯拉罕这个活剧 去说永远所有凡下法阿伯拉罕信仰的人 他们都是去寻找一个什么呢 就是寻找成为这个城的一部分 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 现在明白什么叫效法阿伯拉罕的信仰 但是问题是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不会深究或者知道这个秘密的 所以这个方法呢 神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因为有些人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不会那么聪明 不知道这些啟示 可能甚至又不懂得看凡币来书 但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用时代计划给他们去参与了 所以你会看到在阿伯拉罕之后的 每一个信心为人呢 都其实是参与了这个的 神经营建造这个城的计划部分 旧约呢 是活剧那部分 记住哦 旧约是活剧那部分 但是新约呢 是实质那部分 所以旧约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他们全部 我们现在明白他们每一个角色了 我们看到有阿伯拉罕 他们在做的事啦 接着有以撒瓦角啦 我们接着会看到 阿伯拉罕的十二支派 他的约塞啦 约塞导致他们去到埃及 接着摩西是使得 入了埃及的这些人 几百年之后 他们出埃及 接着我们看到在里面 全是一个大活剧 是说在这个城里面 所有的细节 我们从一个宏观里面看到 但是这个宏观都还未够宏观 因为这个宏观 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活剧 真正发生的所有东西 是由主耶稣基督成为 这个防角石来到这个世界 去真正开始 活剧里面所预表的实质 而我们就是这个实质当中 去参与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到 旧约当中很多的人 无论去建殿 建成 这个殿被毁之后 又重建这个城墙 重建这个圣殿 全部都是这个活剧一部分 但是他们因为 参与了神的时代计划 他们虽然不知道 那么多东西 但是他们 是不是这个信仰集合体一部分 跟从神的时代计划 在他们不知情底下 原来他们会人 完成了这个圣殿 这个圣殿的一小段 尼希敏我们知道 起城墙 我们知道 索罗伯伯 这些回去 重建圣殿 全部都是这个故事的活剧 好了 接着去到新约 现在你因为这样 你就明白 为什么新约里面 我经常强调时代计划 因为如果你要讲完 这个计划的话 基本上就很多人都很陌生 要将全个圣殿 去对比我们现在所做的事 但问题是 在我们2000年前开始 由主耶稣开始 其实这个建成 这个建殿的计划 最后完成的计划 就已经开始了 而成就已经建立了 因为神在里面 所选择的最精英的这一班 就正式去开始 就是家会的时期 就是圣殿的这个时期 而这个过程 当你用这样的演绎的话 那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们整个人类历史当中 会复还这些 复还那些 复还那些 再复还那些 然后你最后就明白 为什么要有启示录 还有我所说的 无依人和无依人的师傅 为什么会对比 关于圣殿的家师 这么陌生 为什么会是圣殿的家师 圣殿和人有关 人怎么可以是一个建筑物 人怎么可以是一个圣殿 但是问题 现在你就明白 为什么每一个节期 每一个预言 每一个预表 说到最后 在启述第十一章的时候 是会有一根位置 刺鼻约翰 要他量度圣殿 和圣殿里面礼拜的人 为什么 我曾经分享过 一讲无依人已经说 原因是 每一个收楼的时候 交货的时候 就会做这个测试 明白吗 原来到最后 这些圣殿终于完结了 在这个圣殿和圣殿里面 礼拜的人 要去做一个最后的量度 但是外院 就反而怎么样 这个圣殿的外院 将要藉着无依人 作一个最后的完结 这个就是点灯节里面 我们看到的 曾经分享过的一个过程 这个不花时间去说 但是这个就给我们看见 其实 当我们走进神的时代 计划当中 甚至在我们不知情底下 但我们都是成为 神历代历世的同一个计划里面 就是神所经营建造的 这个更美的家乡 希伯罗书第十一章 第十四到第十六节 说者用话的人士 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是没有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帮他们 预备了一座圣 愿跟你的脚步 尋美你蹤影 然请你引渡时刻带领 全能绝美定英雲 故念谁听 夜静中看古兴我 来泪三四 耶稣是爱恩生 今我踏华山林 沿途为我解困 又为我冲出困境 耶稣是爱恩生 今我灵命奋兵 陪同共往天国中 让我高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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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